花莲市公所去年获得内政部核定计划经费600万元 针对卫福部花莲医院周边的景观平台 还有人行步道进行改善 重新塑造全台唯一的琼瑶海棠绿色隧道 也串联起花岗街及美伦西河滨公园 让花莲市行人徒步网更加健全 卫福部花莲医院周边过去既有的木栈道材质容易腐朽 长时间也面临百以侵蚀的问题 造成行人的用路隐忧 为此花莲市公所去年度特别争取内政部核定计划经费600万元 针对花莲医院周边景观平台及人行步道进行改善 那木栈道因为九年年久有点失修 就会慢慢的腐朽 尤其花莲这边海风很重 那到最后就变成变成有点危险 那有些像阶梯也都慢慢的腐朽掉 那反而变成一个让病人啊或是来这来医院的员工来走的话没办法做得很好 那会有危险 那所以后来请施工所的团队来帮我们能够做整理 那现在整个整理下来他们改用比较属于永久性的建筑 那在整个整理好后看起来都有用防滑的 而且是属于斜坡型的 让市民在走路或是推轮椅都变得很方便 也非常谢谢嘉宾市长能够持续的来推动相关的建设 把这里的一个建设跟医院跟周边的住户来做共同的讨论 让这里可以变成不论是病患也好或长者也好 都可以来这边来修气的一个点 那不只是医院使用周边的居民更能够使用 那我相信这样的建设未来在花莲可以住处可以看到 那我想球王海棠是我们花莲百年的一个绿印的一个廊道 那也希望重新来做一个诊修 让民众有一个修气有一个走读的一个空间 那在此昨天完工了那也开放给我们所有的 不管是附近的居民或是我们的院区 甚至于病人都可以很悠闲的漫步在我们的 琼牙海棠这个部分 那最后我们还有其他的部分 我们还要来改善的部分 我们都会积极的来争取经费 这次重新塑造全台唯一的琼牙海棠绿色隧道 也串联起花岗街及美轮溪河滨公园 除了优化医院周边环境也提升整体安全性 营造出花莲市中心跟友善的休息空间 记者许立琴花莲市报道